你怎么也不会想到年仅五岁的小新为了救妹妹 居然不顾自身的安危 结果身受重伤住院了 小新真是个伟大的好哥哥 这天吃晚饭期间 小新爆料松板老师因为复杂性骨折要住院三个月 本来是一件很惨的事情 可广志却觉得能休息三个月不用工作很是让人羡慕 特别是还有漂亮的护士小姐姐在身边服务 广志恨不得胆紧把自己也送进去 此时父子二人同时露出姨母般的笑容 接着美牙告诫小新平时也要小新点别受伤 隔天美牙要出去买东西 于是让小新留下来看家帮忙照顾小葵 不放心的他准备过去当面再交代一遍 可小新居然躺地上玩起骨折游戏 小新看着小葵睡得正香 赶忙又跑去客厅玩玩具 可前脚刚离开小葵就醒来了 此时在客厅玩玩具的小新丝毫没发现身后的小葵 很快小葵就爬上了楼梯 与此同时小新来到卧室寻找自己的溜溜球 一顿翻箱倒柜后他才注意到小葵不见了 小新钻近被窝感受到还有一点温度 于是断定小葵还没有走远 赶紧来到厨房一番寻找 连冰箱洗衣机厕所都找了个便都不见人眼 而此时小葵已经来到二楼阳台 看着天上的麻雀 再看看眼前的纸箱 小葵突然萌生大胆的想法 另外一边一无所获的小新看到楼梯大胆人样 接着来到阳台一看瞬间吓坏了 小葵已经爬上了阳台的围墙上 结果这时小葵一个不稳 可不料衣服上的扣子一个个崩开了 就这样小葵直接掉落到屋顶 小葵你不要乱动 小新健壮赶紧展开救援 看到小葵身处险境 小新不顾自身安危也跳到屋顶 幸好及时赶到救下刚要掉下去的小葵 小新吓得把小葵紧紧搂在怀里 可不料 就这样两人从房顶滚落 小白吓得不忍直视 结果 随后小新便送上了救护车 而这边住院的松板老师 因为有德朗医生的召开 让他感到无比幸福 可幸福总是很短暂 就这样小心愉快地和松板老师做了个伴 他样子就算住院还是医不好你个性上的毛病 你说什么 好厉害 你不要随便乱来 我会大叫哦